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这次的汇报人徐蔚 我来自于核培工业大学 汇报的题目是安徽省工业行业 全要组节能减排绩效及基础差距的研究 合作的作者是我的导师陈亚老师 下面我将从四个章节 对我的论文进行一个阐述 首先是简介及贡献 然后是第二章的方法 然后是第三章的绩效及一致性分析 第四章的结论及不足 首先对第一章部分 简介部分我将从四个方面进行一个阐述 首先是能源需求的日益增加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度依赖于能源 目前能源短缺问题和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 较为突出 那带来了一个环境污染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中国目前有了两个全球第一 分别是碳排放的全球第一 以及能源使用量的全球第一 那么并且化石燃料占我国能源使用比例最大 我国政府也由此提出了相应的减能减排目标 第三是工业部门的占比最大 这里是主要是指能源级碳排放的占比最大 主要依据是IPCCI25的一个数据 第四一个是我们选择安徽省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原因 习因为与江州户三省组成了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城市群 并且神会城市是合卫市是国家史国创新省市 也是中国制造20205的一个试点城市 下面是贡献 贡献主要是从研究视角和方法层面去两个层面 首先研究视角方面 以往的研究对于中对于国家层面的视角研究较多 然后缺乏更微观的视角去探讨国家层面和特定省份层面之间的减能减排方面是否存在一个差异 那么我们将研究视角西化到了具体的省份 探讨了国家层面工业行业和具体省份工业行业之间的结论是否一致 第二个方法层面使用传统研究的方法会导致T价大于1的问题 学者们也给出了相应的一个改进办法 但均未从理论层面说明原因 因此我们就从理论上解释了产生T价大于1的原因 并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全局共同前面SBM模型对我们的DMU进行一个测读 第二章是研究方法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松弛变量测度模型就是SBM模型 那首先是生产可能级的一个问题 生产可能级T它由3.1式来表示 E就是能源投入 而NE就是非能源投入 Y是我们的期望产出 B是我们的非期望产出 生产可能级也就是两个投入 能源投入和非能源投入 能够生产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 那这个Tin满足一些标准的生产理论的功力 同时还要同时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那生产可能级定出来之后 我们使用我们的线性规划 线性防程去对其进行求解的话 可以变成我们的3.20 那正面的投入两个投入和一个非期望产出都是小一顿一号 而期望产出是大一顿一号 就表明了我们的满足刚刚说的几个公里 那成型之后 我们根据Tony和Joe的论文 两篇论文中给出的一个包含了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的话 就可以用3.30来进行表示 那同时下面介绍我们的群聚共同前面的一个松弛模型 其一也就是包含了很多个不同不同那个前面生产技术的一个模型 那还M1969提出由于资源禀赋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差异 也会导致并不是所有的DMU都存在于同一个生产可能极中 因为我们在求DMU的效率的时候 相对效率的时候 是将其假设在一个环境同一个环境生产可能极的 那不在一个生产可能极的话 我们就需要将其分类 那将N个DMU分成一个H个组的话 每个小组有N小H个 那相应的T就变成了一个MT 这里我们还加入了一个时间的一个 时间的前面 考虑了时间的因素 这样更能够更好的比较不同时间下DMU的一个差距 那这里这里的MT就表示了3.4 那式子表示出来了 我们可以模仿我们之前的SBM模型 表示出我们的三电 包含了不同组和不同时期的SBM模型 松弛模型 也就是3.5 那3.5经过线性CC变换之后就变成了个3.60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所使用的一个指标 那这里我们L 就是我们的能源投入就1 然后M呢是非能源投入就2 R是那个期望产出的数量 就等于1 以及G是非期望产出的数量 也等于1 那相应的这个TFECP 也就是全样素減能减排绩效指数的话 就可以采用碳排放强度的一个笔值和理论和实际的笔值 以及能源强度理论与实际的笔值进行平均化的一个表示 那化解之后也就是3.70 那这个值越大就表明我们这里简单减排绩效的表现也就是最好越好 那两个前面下也就是消毒前面和共同前面表示出来之后 也就可以获得两个TFECP 那这两个分别用MTECP和GTECP表示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TGR的值 TGR这也就是两个指标的一个笔值如3.9所示 那这里的TGR值越大则表明两个前面之间的差距越小 技术差距也就越小 刚刚是我们表明那个方法 然后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T加大于1 那这里的图就简单阐释了一下T加大于1的一个原因 这个K点是我们假设在小组前面1下的一个点 那K1点是它小组前面1小组前面下的一个同应点 K2呢是共同前面下的一个同应点 那它相应的GTECEI就是 那小组前面下全压素碳排放效率的一个比值 就是OC比上OA 那共同前面下的CEI就是OE比上OA 那基础差距率那化解之后就等于OE比上OC 那它其实我们有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出 它是一个大于1的一个值 那因此我们就需要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个调整 或者说方法进行一个调整 以往的研究呢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但是并未涉及到理论层面 这里呢我们跟所提出的方法跟以往不同的是 以往都是分几步 对效率进行一个对投影进行 投影的一个过程进行处理 然后我们这里是直接更改 就是更改两个模型下的一个目标函数 来消除TGR大于的一个问题 那这里红空框里面就是我们更改后的使用 就是我们TGR指标 就是全压素简单减排绩效指数的一个指标作为目标函数 而上面的这两个即是我们原来的一个目标函数值 那这里我们可以证明就是我们更改后的MTECPR新 总是小于等于GTECPR新的 那证明过程如下 小组前面SBM模型的目标函数 与共同前面SBM模型的目标函数首先是相同的 也就是他们的差距就只有在那个取值不一样 但指标是一样的 那第二个小组前面SBM模型的可行性区域 不会大于共同前面SBM模型的可行区域 小组前面下的减能减排绩效的 也就是TGR是不大于1的 那接下来我们对减能减排绩效潜在量一个进行分解 主要依据方法是网等2015的一个方法 这里有三个概念 一个是总的绩效损失TPL 一个是技术潜在量的一个TLC 这里就是由两个不同前面的差距导致的一个 那个潜在量的一个损失 还有一个是管理承载量 也就是由管理因素导致的一个 那减能减排绩效的损失 3.2 3.12是 是上面三个指标的一个 一个计划方法 那这里是数据 我们采用的是安徽省的数据 主要依据也是那个视角的一个问题 我们选择了一个特定省份 那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安徽省一个统计链件 那下图是我们五个指标的一个描述性统计 然后这里分组我们选取的是38个工业行业 那我们根据一个工业行的一个特性 以及主要参考的也就是一个 就是统计链件对工业的一个分类 主要是轻工业和重工业 那轻工业包括13个次行业 而重工业呢包括25个次行业 数据来源 接下来是对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应指标的一个简单的差异分析 那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我们的轻工业主要是劳动强度较大 而重工业主要是资本能源碳排放强度较大 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 第三章是就是我们那个实证分析 首先我们这里简单落列了几个结果 是小组前一面下全小组节能减排绩效的一个指数 首先是轻工业轻工业下的话 就是首先是没有任何一个子行业 在我们的那个研究期间达到了1的 包括但是最高的有两个一个是烟草制品业和L9的家具制造业 那剩下的L1L2L3L5L10和L13都是表现较差的 其中L10和L13表现最差 那这个6比13就说明表现较差的 有6个行业当中占了占13个总行业的比重 那比重还是较大的 那剩下是重工业 重工业表现造好的是废气资源综合利用业 也就是HRE 以及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H17 以及一期一表制造业H19 那相应的他们的值也没有达到E 那剩下的9个行业都是9个中工业子行业都是表现最差的 占到了二十五分之九 下面是轻工业和中工业整体的一个分析 那本文结果与里和102014的结果相似 首先呢工业子行业的整体效率都较低 表现较好的和其他的一个行业之间差距较大 那可以从我们的轻工业和重工业的表现较好和较差 那个效率值可以看出 那并且我们本文的结果 整体结果入左图所示 重工业组内的均值整体是大于轻工业的 表明轻工业下的子行业之间的差距较中工业要大 那且整体表现较差说明了安徽省工业行业 在节能减排方面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 下面是共同前面下的一个全要素节能减排绩效分析 这里我们将轻工业和中工业结果放在一起 那表现最好的是LC烟草制造业以及H19 那这两个行业在国家层面上面也都属于一个高效率的一个行业 那同时H10、L10、L13等包括H1、H6等都是表现最差的这个行业 那同时MTECPi低于0.1的有20个占比超过一半 那说明整体的效率都很差 行业之间差距较大 然后左图呢是我们的那个MTECPi的ECPi的一个整体性分析 首先呢他可以从可以直观的表现看出我们的轻工业是 轻工业是比重工业大很多的 嗯 就是高很多的 然后右图呢是我们的一个相线图 相线图是画出了轻工业和重工业2012到2016年间的一个效率的相线图 可以看出轻工业相体较大差距较大并且异常之间较多 那接下来是基础差距率的一个分析 这个图画出了一个轻工业中工业和整体的技术差距率的一个均线 那可以看出压门期间轻工业整体的贴角要大于重工业 并表明了轻工业整体的精通减排技术更为先进 这一点不同于国家层面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主要的原因可能是 一 安徽省工业发展起初 也就是以重工业为主的 并且轻工业一直是安徽省的一个优势产业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得从我们这个指标的定义出发 主要是由于轻工业的能源投入和 重工业的能源投入和碳排放过大 那扎建平在2014年就表明 中国的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 在研究时候就发现了重工业的产值比例的提升 有利于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这那同时这就 而重工业往往都是污染较为严重的一些 一些行业 那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其实从指标来说 重工业的能源投入和碳排放过大的话 反而可能会 就是会降低它的一个 节能减排的一个表现 而国家层面下 反而是重工业比之越高 会有利于一个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这就也是一个差异点 这样是此行业的一个 一个接触差距率的一个分析 上面的这条横线呢 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均值 那可以看出有9个行业是提升是达到了1的 那其中 轻工业只有一个剩下的都是重工业 1等HR23它们的整体表现都特别低 拉低了重工业的整体的水平 下面是绩效损失的一个表示 右边橙色的线是管理要素的一个带来的差距 左边蓝色的部分是技术要素的带来的差距 可以看出管理要素带来的损失都较多 不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 甚至是整体 子行业下呢 除了一个H17 也就是这个部分 以及和那个H21 那它其他行业都是管理要素较多 这两个行业是技术差距要多 那说明需要我们 需要多提升一个节能减排的技术的提升 下面是结论和不足 结论可以看出工业行业 整体节能减排效率较差 体制空间较大 第二是在抑制性研究的时候 可以发现轻工业的提甲是大于重工业的提甲 它的轻工业的能源使用和氨氧化碳排放基础 好于重工业 第三是对于总绩效损失可以看出 安卫省工业行业的损失超过了80% 超过80%都来自于管理无效引起的一个损失 那相应的尤其是HRE和H11超过60%来自于技术差距 那需要去对技术差距进行一个弥补 接下来是不足和展望 那限于技术数据的可责性 将来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数据来扩展本文的研究范围 首先可以增加非期望产出SOR和COD的一个排放的数据 那将减排的指标扩展到生态方面 更能够准确的测算 全要素减能减排全能的一个减排绩效指数 第二我们的数据周期不常 已经关注了静态的一个绩效指数分析 那采取周期较长的一个时间数据的话 可以进一步分析动态的一个变化 第三可以增加来可以在不同省份 甚至可以在不同省份之间可以研究它的TFECPI 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汇报 谢谢